我今天晚上多喝了几杯 这脑子和鼻子都不太合适了 别动 消音器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中统谁的人啊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中统的人 用消音器的人 肯定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可没这么阔气 请吧 我们老板想见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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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悦无 能把你六哥请来 真是让我感觉到澎壁生灰呀 你是哪儿来的兔崽子 你说什么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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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浦 再摆啊 再摆啊 排他妈抽雪茄 以为穿上马褂 就是新郎褂了 连我你也敢截 佛面上呱唧 信不信 我弄死你们中统的人 想弄死一只蚂蚁信不信 你说你也不是三岁的孩子了 事喝辣撒都得我教你啊 拿电话 大爷 报告 喂 喂 洪叔 找我呢 你六哥找你 你说你在我这儿他有什么好担心呢 都这么大人了 还怕你被人拐跑了不成啊 六哥 洪叔 我被中统的那帮混蛋 请到了和谐街十四号 你带几个弟兄 来把他们的绞筋给挑断 六哥 来来来 老六 我 老毛 毛座 怎么了 什么事让你这么上火呀 我说你这性子 能不能改改啊 别老是那么血气方刚的 你不会是今晚的酒 真喝高了吧 毛座 真的真的 我没有骗你 什么 中统那帮混蛋找你麻烦 绑架了你 不是老六啊 你不带这么和你哥哥说笑的啊 谁敢绑架你老六 那不是去阎王爷爷那儿挠羊羊肉 你还别不相信 要不要让庞熊这个混蛋给你哼几两声 把电话放下 把电话放下 娘子屁 烦了 烦了 真是欺负我们军统没人了 真是人善备人齐马善备人齐 一声招呼不打就敢随便扣人 他们这是找死 我老毛今晚让他们 急如丧家之狗 慌似漏网之鱼 黄叔 有 你马上多带几个人 就说是我吩咐的 把和谐街十四号给围了 放跑一只耗子 我拿你十万 庞队长 老庞 到底怎么回事 你打点这儿 这到底是谁抓谁啊 我瞧老六怎么都不像吃亏的样子 我是没吃亏 中统吃了大亏 不过这不能怪我 是他们自找的 摘茄子 也不看看老嫩 我琢磨着回去洗个澡 好好地睡一觉 这没成想 这帮混蛋半道上 他就把我给绑到这儿来了 怎么回事 郑长官 我已经问清楚了庞队长是怎么一回事 有个人 我想您应该认识 这什么 老六 给我立正说话 军统再怎么分家 也轮不上你们中统 来管闲事 这吃屎的狗 怎么拿起耗子来了 老六 好 我给您介绍一下 田湖先生是高湛龙先生的学生 目前暂时接替他的职位 高湛龙先生的学生 那既然是高先生的学生 为什么不赶快去找凶手 为高先生报仇血恨啊 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玫瑰饭店门口那一枪本来是冲我的 高先生替我当了原死鬼 他是替我死的 可怜啊 真的 我一直心存不安 希望尽快把凶手 缉纳归案 回去 谢谢 幸福 谭队长 请您过来 是想让您看看 认不认识这个人 戒子是最重要的凭证 这灵灵神父你就救了 你打死我 打 这不是回春堂的陆朗宫吗 我认识他 怎么了 他有什么问题吗 他是共党 我经常找他去看病 我这眼太多了 愣没看出他是共产党 他耗卖可是一绝啊 可惜他再也不能给您耗卖了 他是共产党怎么了 共产党就不能给人耗卖了 再说了他是共产党 你可以把他拉出去毙了 口供都问完了 差不多了 那还等什么呀 老舅 你气也消了别闹了 回吧 时间不早了 明天上班呢 你 老六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让杨仙 杀一井百 看以后谁再敢跟我玩阴的 这个兔崽子就是下掌 像犯上的毛病 不能管 毛多 毛多 尾巴 停 老鹏 老鹏